他被诵为永春一代宗师 全球跟随者无数 由出生至到过身 除了教功夫 没有做过其他事 他喜舞时 本是隐私无忧的富家少爷 后半生的故事 或许只是生活的美丽错误 那我真的不是怎么做 我今天就不想教功夫 为什么不想教功夫呢 隐私作品把他塑造成神 各种多少创举 多少是真 当时日本仔 他也识到月曼丽的功夫 曾经有约去月曼丽的尽量备 他最有名的徒弟李小龙 与他有着怎样的往来过从 李小龙曾经找过我 叫我去那老大 凤燕地中华 走访叶问故里 一杆功夫就地 寻找真实的叶问 鱼文春 我们都说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那今天啊 在佛山这缓缓流动的珠江水 是孕育出了几代的武术名人 佛山南海区的罗村 便是叶问的故乡 今天呢 在这里 习武的风气 依然是非常的浓厚 不论是男女老少 他们强身健体的观念啊 都非常的强 那走在这里窄窄的街道上 没几步 你就会发现一间那种民间的武馆 据说啊 至今罗村依然有两万多人 在练习咏春拳 而且每年呢 都会有很多大型的武术比赛 在这里举行 世界各地各界教派的人们呢 都会云集到这边来 进行切磋和交流 他们都说啊 一个咏春的同门 一个叶问的弟子 这一辈子一定都要回来罗村一趟 这里是广东佛山罗村 眼睛一群孩子 是罗村小学的学生 和往常一样 学校每天一次的课间操 这么在进行 但和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是 他们的课间操居然是练习咏春 四年级的小文斯 今年十一岁 他告诉我们 自己已经练习了三年的咏春了 现在班上有很多同学 都跟他一起练拳 而他们学拳 很多都是基于对叶问的崇拜 叶问是天下无敌 每次都能打倒自己的敌人 1893年 叶问出生于罗村 一百多年后 当地人以叶问为傲 修习咏春成风 叶问的名字 已经成为了咏春的一个代名词 罗村也成为了无数咏春门人心中的归属地 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咏春门人来到这里 寻找最正宗的咏春 感受最真实的叶问 而到底叶问有着怎样的传奇 咏春又是如何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的寻访之旅 就从罗村开始 罗村的习武风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民国初年 功夫全数的发展到达了一个历史高潮 起初的武师和标局大都集中在北方 而随着火车和轮船的相继出现 令交通便捷 大量标师 失业迁徙到南方求生 自古有浓烈习武风气的佛山 就成了这些武林人士最好的落脚地 北方的拳法和佛山当地的武术不断交流鄙视 整个佛山武林呈现出井坤式的玻璃 就在这一时期 一位生于大户人家名叫叶问的少年 开始修习当时的贵族武术 当时永春在佛山是一门二世祖功夫 非有钱人家的子弟难以学成 高昂的学费和贵在坚持的武学理念 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有大厅住 不用做有得吃 完全是泰公有丰厚的物业 他提供了住屋的地方给我们 同时是基本上的生活费 都是泰公让了的 所以来讲 根本可以说泰公有子 我们本身是有子 叶准 叶问的长子 八十九岁高龄的他 每个月都会坐几个小时大巴 从居住地香港来到罗村交全 而他的父亲叶问 却从未在罗村收过弟子 叶问幼年时 佛山叶氏家族为佛山望族 年幼的叶问天资聪颖 却体弱多病 佛山永春宗师梁赞的弟子 陈华顺 租用叶氏宗祠开馆收徒 年仅七岁的叶问 便在这个时候 败入陈华顺门下 开始修习永春的最初级套路 小念头 这里是叶准 每次到罗村时 教授弟子功夫的武馆 弟子们正在练习的摊饱符 为我们还原了当年叶问练功时的景象 叶问曾说 练好摊饱符 浮到你不服 而摊饱符便是小念头最常用的手法 摊饱符是永春最基本的手法 摊手是这样的 这个是摊 绑就是这样的 绑就是这样的 伏就是这样的 不如他随便打过来 用摊扦摊着 擋住 然后绑是怎样的呢 绑是怎样的呢 我也可以用绑 摊摊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的手 究竟下一步想怎样 通常来说 我避开了他会推过来 推过来 我知道先 他一推过来 我会打他一下 这个如先知道他 下一下想怎样 我可以知道他 能够知道他 就是这简单的三板斧 却倒出了小念头神髓 简练 以柔克刚 时而不滑 念头症 终生症 小念头的练习 自始至终不移一步 并且速度极慢 动作柔和 少年夜问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着 这看似简单 却包罗万象的动作 走上了永春之路 叶家家境因时 叶问学权没有后顾之忧 加上天资聪颖 对永春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叶问的功夫静静很快 十三岁那年 师父陈华顺去世 叶问继续跟随师兄学权 当时佛山习武之人非常之多 有钱人家练习永春的也不在少数 为何偏偏就是夜问 从这么多人中脱颖而出 并最终成为了一代宗师 民国初期的佛山 每到丰收的时候 大街小巷里 都会有非常热闹的秋色游行 那有一天啊 一个少年正带着自己的表妹 在观看秋色表演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军阀排长 对自己的表妹是动手动脚 便立刻把他撂倒在地 那要知道 那个时候一向欺压百姓的军阀 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 于是乎这个排长啊 挣扎着站起来后啊 是直接掏出手枪 对准了这个少年 而当时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少年是一个潇洒的转身 然后立刻自己用手呢 握住了对方的手枪 直接用大拇指的力量啊 把这个手枪是活生生的给捏弯了 这样的伸手是让当时围观的人们惊叹不已 而这个单手捏坏手枪的少年 则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一代宗师 叶问 年纪十五岁的叶问已经席权八年 由于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 叶问在佛山永春同门彼士中 竟无败寂逐渐生命远波 1908年 叶问第一次离开佛山去了香港求学 他的命运也在这里迎来了大转折 正是在香港求学期间 叶问认识了另一位永春高手 他的师祖永春拳王梁赞之子梁碧 梁碧主动邀请当时在佛山已经享有名气的叶问 切磋永春 而他们的切磋方式就是吃手 吃手是永春拳术中假定敌我双方已经接触后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寻找攻防节奏的一种练习方式 与许多门派的功夫都有套路不同 永春吃手没有固定套路 讲求实战反应 如今89岁的叶准仍然经常和自己的徒弟单对单吃手 每次叶准和徒弟吃手时 徒弟总要全力以赴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叶准击败 吃手强调一个人的整体概念 无论发力还是呼吸 都要放松自然 但永春拳这些一定放松 他最精髓觉得他是一个环节 我们是连接是吃手的环节 就会令到人的大脑很放松 过往在吃手上经营出功夫的永春门人 都会给人一种儒雅的印象 而永春门人还会用吃手来判断功夫的深浅 当叶问和梁碧一搭手 就明白自己遇上了劲敌 师父曾告诫他 愚人吃手如果是硬邦邦的感觉 不足为惧 但遇上双手如烂布般 似有力又似无力的 那便要小心 眼前的梁碧正是叶问此前 从未遇见过的此类型对手 最终 最终此前未曾一败的叶问败于梁碧之手 此后叶问便追随梁碧左右 学习了四年永春 跟随梁碧 席 席得永春神祟的叶问返回佛山后 与张永成成亲 张家当时是佛山名门望族 从小名市里的张永成 无条件地支持叶问继续深造永春 依靠殷实的家底 叶问不需工作养家 喜舞交游 与武林人士切磋 几乎是他生活的重心 就我的记忆来说 就我老爸就没什么离家 所以教养我完全是 在我妈妈那里 老爸来说 他的借交很广阔 经常去跟人们认筹 有空就玩功夫 对家里的责任 完全比我妈妈去搞 所以我在童年的时候 只是记得我妈妈而已 叶家大院位于桑园大街 当年的叶问经常和武林好友 在此切磋功夫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切磋中 夜问的功夫 就愈发精进了 在桑园中 叶问也汇变了武林各路好手 通过和其他门派的无数次切磋 永春已经被叶问演绎的出神入化 也正因如此 叶问被南方武林同仁 誉为永春派的第二位良战 此时的叶问不到四十岁 正处于人生的巅峰 按照南方武林的传统 这时的叶问早应该开枝散叶 开馆交权了 叶问却并没有如此 就六七岁的时候呢 就 看 某时候 或者坐在椅子那里 看老爸和那些人玩功夫 当时我记得远其山 或者我们叫做渣伯 你还不教你个儿子 我老爸说 我不小就怎样 大一点 那个渣伯 我教你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叶问选择不收图 连自己儿子也不教 而这种境况 是在何时迎来了改变 刚刚叶准老师 给我传授了几招永春拳之后呢 他给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可以说呢 出手是快准狠 有如闪电一般 但是呢 这个永春拳 它不只是一个筷子 这么简单 其实它非常讲究 我们的身体结构 和关节的灵活性 可以说要用一种 寸净的发力方法 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和距离内呢 同时进攻和防守 可能今天很多人觉得 永春拳过于简单 打来打去吧 也就贪 仿佛三招 那我想 无招甚有招 才正是永春的气质 叶准广为收图 有教无类 但他父亲叶奔的前半生 却并不愿意收图交权 叶准和自己父亲后半生一样 弟子遍布世界各地 而当年叶问在佛山的时候 却非常不愿意收图交权 叶问一直生活在武林中 和江湖懒散随意不同 当时佛山武林界 有自己固定的聚会场所 武林有着严谨的门派 也有严谨的诗门传承 我想问是怎么转变 根本他就不想教功 为什么不想教功夫呢 因为当时的社会的风气 中国有很多种文化 很多有钱人 世界主题都愿意学习 包括功夫 或者书法 或者玩音乐 或者写画 等等 但当你的生活有困难的时候 要将那种东西来饮食 整个人格都降低了 我举个例子 例如一个书法家 他有钱的时候 你要求他写一幅住 写几个住 很困难 他这些字很矜贵 但当我的书法家生活不好 要卖住的时候 然后整个人都降低了 这种风气 学功夫也是这样 一直回顾 由赞先生传来 传到叶敏那几代 学功夫的人会有很多 但真的教功夫是一个切两个 很多人都五言一九 就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然而叶温风光的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1938年 日本军队占领佛山 佛山叶家开始没落 叶温一家生活陷入了困境 叶家祖宅被征用 叶温穷困潦 带一家老小数次迁居 居无定所 而叶温西日身边的许多武林好友 为了生计 开始为日本人做事 希望叶温和她们一起落水 和日本人做事 但是叶温在这方面 差得很紧 明天怎么捱我 她都不肯 跟着她认识的朋友 落水做外奸 在这里来说 当时日本人也知道 岳温西的功夫 对荣春很有名 荣春三红 曾经有约她去比试 带岳温的年载 岳温来说 尽量避 我记得有准备到 就离开了佛山 去了其他地方 住了几年 等到 不得去 不敢去才有办法 叶温在佛山沦陷期间 从始至终 都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一件事 也没有在任何地方 使用过永春 甚至两个女儿饿死 都未曾让她便捷 她那种淡定 那种从容 你会发现 这种我们所谓 人生最难动过的逆转 在她生命里面 没有留下伤痕 没有留下 一个不快乐 或者负能量的创伤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定是 因为永春 一定是功夫 令到她的意志 令到她的心灵 可以很松荣 很狠言地面对 这些所谓 我们人生的悲欢离合 所以这个就是功夫 神奇之处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 武术最奇妙的地方 也都是最打动的地方 日本占领佛山的后期 叶温的生活 已经无以为继 儿子女儿 常常都没有饭职 叶温的好友 职场无私地接济业练一家 无以为报的叶温 最后选择 叫这位朋友的儿子永春 来作为报答 昔日的富家公子哥 终于放下了自己的骄傲 今天的佛山贵城 仍然有很多学习永春的人 而这里便是叶温第一次 收徒交权的地方 正是这次不刻意的授业 让叶温拒不收徒的规矩 悄然发生了变化 也为日后叶温转赴香港 将永春传遍世界 埋下了伏笔 叶温第一批弟子 一共只有六人 而这次收徒 也是叶温在佛山 唯一的一次交权 今年85岁的伦家师傅 正是叶温第一批 六个徒弟中的一位 当年叶温教授弟子的细节 伦家师傅已经模糊 然而伦家却依然记得 叶温曾告诫他们 不要将永春这门功夫遗忘 伦家此后也在佛山开馆交权 将永春的精神延续下去 随着抗战的胜利 叶温漂泊的生活终于得到了安宁 避难四方的叶温回到佛山 进行治安的维护 一日他带领部下在闹市跟踪一名武艺高强的罪犯 并最后赤手空拳将罪犯制服 多年的隐秘 永春又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整个佛山武林阵洞 永春叶温再次声名远扬 1949年叶温之身离开佛山南下香港 死后再未回到故处 正是因为这一次命运的转折才有了功夫巨星李小龙 也正是这一次赴港才使得永春真正的开始传遍世界各地 1954年 14岁的李小龙经过朋友的介绍 在利达街的一个武馆是拜叶问为师 那多年之后 李小龙在美国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了国际著名的华人武打电影明星 而他的英文名Bruce Lee 更是成为了许多外国人心目中功夫之王的一个代名词 那后来呢 Bruce Lee又再次回到了香港 那他又找到师父叶问 以这个一栋楼为条件 想要换得这个永春全的牧人装法的时候呢 却被叶问是晚年的拒绝了 那叶问为什么要拒绝李小龙的这个请求呢 师徒二人之间是不是又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在下周我们将追随中年夜问的脚步转赴湘江 找寻他下半生的人生轨迹 探寻夜问涌出传递世界的奥秘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完美与梦想同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